他只是小学生 却热情向民众 熏导造血干细胞捐赠 亚洲大学二年级的陈丽宇 才刚满18岁 就由哥哥带来厌血见打 帮助想活下去的人活下去 我就是给他一个机会 然后看可不可以 他也可以来回馈社会 之前是有初步配对成功 但是之后再去进一步的配对 就没有成功 那我觉得非常可惜 希望妹妹能够有这个机会 常年在台北工作的护理师 还特地请假南下帮忙 这社会原来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群体是在遭受 就是癌症这种无望感 这就是可以给那些病人 一线希望嘛 虽然我们不能像医生这样子 可以去救人 但是我们也有别的方法 可以做出一点点的付出去 让另外一个人有机会把病治好 详应咽血救人 活动现场年轻人相当踊跃 用青春热血帮助更多人 大爱新闻 杰森美志工权立委黄志忠王淑化 台南报导